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华头直播间 咱今天给大家聊点什么呢 之前有不少人问过我那个尿分叉的事 有的人问的时候呢,还神神秘秘 就怕别人知道 你家的尿分叉是不是肾不行 所以不少人呢 与其说他担心自己是不是尿分叉有问题 其实他担心什么呢 自己的肾到底是不是肾虚了 那么这个尿分叉和这个肾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说实话没有多大关系 如果你要硬往上扯的话 那可能有一毛钱的关系 所以咱今天就给大家讲讲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尿分叉 当然了,如果说你只是偶尔出现一两次 其实根本就不用担心 因为大部分情况下引起尿分叉的原因 就这么几个 第一个呢,你比方说 昨天晚上了,是吧 黑呦黑呦,一阵云雨之后 你完事之后呢,说实话有很多小蝌蚪啊 它还留在了你的尿道里边 它有时候就在游戏箱那个尿道口 就会残留一些啊 会形成一些啊 黏在那个黏膜上 它这时候它有时候就会 尿的时候会出现尿分叉 还有的是什么呢 比方说有的人睡觉知识不雅 像蛤蟆一样睡了一夜 把这个小蝌蚪给压了一夜 虽然这个很软啊 但是有时候蝌蚪可能也会形成一定的这个受压 嗯,有时候也会残染那个尿分叉的 嗯,还有的是 比方说有的人可能憋尿憋太多 或者尿太急 对吧 它有时候也可能会吹尿分叉 那有时候会问说,你要是 有人说那肝染呢 结实呢 能不能形成这个尿分叉 当然这也可以有啊 但这种情况下 你就不单纯是尿分叉的事了 那可能就尿龙尿血了 嗯 咱刚才说和这个尿分叉和这个肾的关系不大 那为什么说还可能有一毛钱的关系呢 就咱刚才说的哈 哎,比方说你要有那个什么 炎症啊,就是感染啊 有心感染啊,或者有结实 那个肾上也可以啊 如果肾感染那个细菌 嗯,对吧 或者说有这个肾结实了 你要它顺流而下 哦,对不对 跑那个尿道 如果弄到那个尿 那个尿道里边 对吧 它不就一样 就可以引起这个 就是这个尿分叉嘛 那这种情况就像咱说的哈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你可能有太多大事了 嗯 这就不可能是这个 单纯的是个尿分叉的问题了 嗯 就需要 嗯 详细的检查和进一步治疗 嗯 当然了,如果说你要是 这个尿分叉 持续的时间特别长 嗯 那可能是真有这个问题了 就什么问题呢 比方说像那个 尿道里边粘膜 有时候可能有些异常 正生对吧 嗯 长小东西啊 对吧 或者有的人前来线 嗯 出现液问题 嗯 都有可能影响了这个尿分叉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你要需要 去那个医院去好好看了 去那个尿外壳 嗯 不是什么看性命那个壳 可能需要做些检查 就是做什么检查 嗯 可能 比方说你要那个花样的尿啊 嗯 前来线液啊 嗯 这都有可能哈 还可能根据情况哈 有的可能需要做个彩操 嗯 但还有可能直接给你从下边捅个镜子 嗯 直接看你里边到底怎么 怎么回事呢 嗯 嗯 好吧 那个 咱今天就给他讲那么多哈 嗯 如果没问题的话 别整天疑神疑鬼的 嗯 有事的话 还是该去医院检查的检查 嗯 好了 拜拜